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几乎家家户户都种颅杆 但是今天帮小妹过来 发现了一个问题 大家看我右手边的这只颅杆 颜色非常的漂亮 果形也很饱满 很好看 但是大家再看我左手边的这只颅杆 青黄青黄的颜色 而且果地部分还有部分的凸起 非常的不美观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走 咱们一起问问去 带着疑问 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当地一个柑橘园 龙虎大哥正在给果树打药 记者在他的果园里发现了许多 干瘪 颜色不均匀的果实 龙虎大哥告诉他 这是颅杆黄龙病造成的 这边我果然我管的时代 对我很有感情 那您刚刚打的这是什么药啊 这是黄制木石 连续打了两三次 这个木石是传播这个黄龙病的压性 那有效果吗 没 还没效果 柑橘黄龙病又称黄烧病 黄枯病 是由一种格兰式阴性细菌 引起的重大病害 柑橘树发变后 先是一部分新烧上会出现黄烧 叶片黄化变小 果实的典型症状是着色异常 果小畸形 像颅杆类的柑橘树 病果表现为果地和果间周围 先褪绿变色 其他部位仍然为青绿色 无光泽 果农称之为红鼻子果或红坚果 我尝一下试试 试一下 又酸又苦这个味道 那这个果子怎么办啊 这个果子马上成熟了 一定要马上摘下来 处理掉 挖一个坑 把它埋掉 处理掉 等于说全部不能上市了 全部要毁掉 全部要毁掉 不然会影响明年整片的收入吗 我们刚刚从大哥的脸上 读出了他的无奈与心痛 他经营这片果园这么多年了 不忍心看着自己的果树 一颗颗的死去 所以尽管打药没有什么效果 他仍然一遍遍的尝试 一遍遍的努力不放弃 那得了黄龙病的颅肝 就只能等死吗 走 我们去别的果园看看去 大哥 大哥 您为什么要把这树砍了呀 他这个得了黄龙病 得了黄龙病相当于人的癌症 无药可医 要是不砍掉的话 还会传染那其他的果树 所以就把它砍掉 那这砍掉之后 产量得减少多少啊 产量减少一大半 像这棵树 今年才结果 就得了黄龙病 那砍了之后 没有别的措施了吗 要是砍掉的话 全部重新挖了 挖就是补种那个新的树苗了 那种新苗 那新苗就不会得黄龙病了吗 不一定 要是年底啊 今天种了年底 要是再 得了黄龙病的话 它就是不重了 柑橘树在整个生长期 都会感染黄龙病 苗木和幼树发病后 一两年内死亡 成树发病后 三到五年丧失结果能力 或者枯死 由于黄龙病传染性极强 目前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因此果树一旦患病 只能砍掉清除 否则将给果园 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以前我这边的 全部的干粮 一棵可以采到 两弹至五弹的颅竿 那之前的那些树呢 都已经死光了 砍掉了 都已经死光了 对啊 没有办法 这个人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了 真的是很绝望 黄龙病来势汹汹 而且危害范围极广 在我们走访过程中 很多果农都被黄龙病困扰着 据统计 在我国19个生产柑橘的省份中 已有11个省份受到该病危害 柑橘黄龙病严重制约着 柑橘产业的健康发展 这颅竿一染上黄龙病 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果农们的心酸和无奈 那这黄龙病真的就无药可救吗 这黄龙病就这么无懈可击吗 那也未必 走 跟我看看去 黄龙病虽无药可医 但也并非那么可怕 在当地 有一个柑橘园 就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 这个果园的主人名叫张生财 他跟柑橘打了半辈子交道 是位地道的柑橘种植土专家 在十几年前 柑橘黄龙病大肆蔓延 和侵袭永春时 张生财就是受害者之一 后来他通过不断地培训 学习 摸索和实践 终于研究出了柑橘黄龙病 综合防控办法 张生财也从一个普通的柑橘种植户 转身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和福建省科技特派员 那张生财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进入张生财的果园之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可要注意了 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回复关键词即可参与互动 我们第一轮互动的关键词是 仿木师 大家记住了吗 好 现在我们就一起 去张生财的果园里看看吧 走 这个果颜色很鲜艳 个头也很大 挺漂亮的 哇 这个鲁杆好大哦 再一个吃 这个果子怎么样啊 这个果子踩下来 刚才很鲜艳 炒这么多 棘子还长这么好 大家都看了张老师的果园了 觉得张老师这里边的果子怎么样啊 好 挺好的 那这个果园为什么没有看到黄龙病呢 这别着急 这得请教一下张老师了 为什么您这个果园里面没有黄龙病呢 我正想把这个我们的防控 众主防控的方法 把它告诉大家 免得众主大户 免得受到黄龙病的困扰 那我想请教一下 你们如果发生黄龙病怎么办 怎么防这方法 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发生了黄龙病 会怎么办呢 打药防这个牧师 打药 还有呢 就砍掉病树 砍病树 对 还有别的办法吗 谁有 还有就是补充 补病毒苗木 张老师 您看大家说的这些方法都对吗 大家刚才讲的几个黄治黄龙病的 那个方法都是很对的 你们是不是三年年车就打黄治木树的药啊 是 你们那个是不是经常是砍病树啊 是 但是黄龙病又困扰你们是不是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就教你们 我们我们装回黄矿的有效措施 大家说好不好 好 今天就我们以游戏 游戏的那个 以防势来问大家教一个我们给他装回防控黄龙病的那个技术方法 本以为张老师终于要揭秘自己防控黄龙病的妙招了 谁知张老师先让大家玩起了游戏 而游戏的任务就是找不同 让果农朋友们在张老师果园里找出与自己果园不同的地方 那大家会在张老师的园子里有什么发现呢 我发现它种了这么山树 我发现它们在果园里面很多这样的棺子 我发现这边的病树怎么没有发现 我家的病树砍了以后还会重新化 它的树长得壮 而且树形很统一很漂亮 张老师 大家刚刚找的都对吗 对 刚才大家找的认证有仔细 就找到不同点 也是你们存在的问题点 大家找到的不同里 到底藏有怎样的玄机 看似简单的四步操作 有哪些环节必须注意 本期农广天币 预防柑橘黄龙病的技术套餐来了 正在播出 面对被称为柑橘癌症的黄龙病 果农们可谓是弹枝色变 然而就在大家都在为黄龙病担心不已的时候 张生才却让大家玩起了游戏 这玩游戏和防控黄龙病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简单的防控方法 就是逆色决赛无毒方法 我们把它总结成四个步骤 每个步骤我们要总结一个简单的词 那现在请主持人把我们简单词给大家亮相一下 好 张老师总结的关键词 大家看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生态隔离 知道这生态隔离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首先看一下我主果园这边都有什么 种了一些什么 山树 那知道这个山树做什么用的吗 不知道 这山树主要是我作为果园的隔离带 隔离带 有请主持人上刀剧 好 上刀剧 这山树这是做什么用的呀 大家知道那个黄龙病主要靠什么传播了吗 没人说话 来传播的 对 你刚才讲的这个靠木是传播 这个山树常常在长消 抽消的时候有种气味 这种气味对木是有气味作用 而且这个山树作为个离带的话 我们产生肉干块 即使有一片黄龙病爆发了 把它控制掉 把这个山树把个离带给它控制 防止这个病情扣炎 有请主持人亮相第一个关键词 好 第二个关键词来了 斩禁杀绝 斩禁杀绝 这个关键词有点狠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斩禁杀绝 江妹牧师 对 我们黄龙病传播途径 主要是我们甘菊牧师 甘菊牧师是甘菊类果树的主要害虫 也是甘菊黄龙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甘菊牧师主要以吸食嫩烧枝叶为生 而甘菊牧师一旦吸食了甘菊黄龙病病株上的枝叶 就会把黄龙病病菌也带入了体内 甘菊牧师能飞能跳 带病的成虫在吸食健康植株枝叶时 就把病菌传给了健康植株 从而使黄龙病爆发 所以在预防黄龙病上 防治甘菊牧师是首要任务 三年以上的漏虫已经成虫 就是一旦吸到病源以后 都会危害我们健康的果实的病源 所以而且吸到病源以后 一次吸到病源以后 而且终身带毒 所以我们必须把牧师转进杀绝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危害的病树 为了让农户更快更好地掌握 预防黄龙病的关键技术点 张老师决定带大家去感染黄龙病的果源 边操作边讲解 大家看到这颗就是我们的黄龙病病树 大家总感觉到我们黄治牧师的时候 就是蛮有效 主要原因是我们蛮有抓住黄治最佳时机 那什么时候才是打药的最佳时间呢 那最佳时机应该掌握在满次的消息又消息 第二个就是注重那个春消一个晚秋消 还有一个注重在冬季的时候 在彻底把病源清理掉 这个达到我们最佳黄治最佳效果 柑橘牧师主要吸食嫩烧上的枝叶 因此柑橘的春夏秋每季烧期都要防治牧师 当美金嫩烧长到约0.2厘米时 都是打药防治牧师的最佳时机 而一般果农只重视下烧的防治 却忽略了春烧和秋烧的防治 大家如果发现黄龙病病毒如何处理 砍住 那砍住之前有没有什么措施啊 没有 病毒之前就是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这就是你们满有彻底防治牧师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砍病毒之前一定要打一次 那黄治牧师要也是全员快速打一次 把牧师那个下密掉 那这样避免我们牧师的迁离 怎么做到全员快速喷药呢 这大哥问得很好啊张老师 到底怎么做到全员快速喷药呢 那还是到我园子里面看看吧 走 咱去看看去 走 大家看到我果园里面的管子吗 有 看到了 看到了 还在纳闷着神识着这个管子要做什么用 好 那准备 打药 张生才通过全员铺设管道 实行了半自动化喷药技术 使整个果园实现快速统一的打药防治牧师 记住砍树之前 一定要先喷药防治牧师 好了 防治牧师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继续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无毒大苗 参与我们的互动吧 走了 我们上前面看看去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出示第三个关键词了 对 大家看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大扫除 大扫除是什么意思呢 砍树 砍并重树 看来大家都学会了张老师 对 那所以大扫除两个关键点是什么 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那最关键就是最要问题 第一一个要及时 第二要彻底 这样的确保我们果园的相对安全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 大扫除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及时彻底 好 下面我们就把后面这棵病树砍了吧 我们也不能锁碗 就是不管一半得了 一半买得了 我们就要彻底把它整树都砍掉了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砍掉了病树的树桩 大家砍完以后之后还是要怎么 不说话是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吗 是 上道计吧 好 来了 大家看这个桶里边是什么 有点茶油的味道 大哥 你们一下看是什么 还有点农药的味道 农药的味道 那张老师揭晓吧 好 这里面刚才有点茶油的味道 有那个草农药味道 其实里面一半就是茶油 一般是我们炒干云 病树砍完以后的树桩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把它这个外面把它这个配完以后 把它在外面插进去 把它模晶莹 一定要把它模晶莹 不晶莹的话 它从里面就会重新转了那个 败毒的那个幼霄 刚才你们去看我们的果园里边 病树的砍完以后就没长那个新霄出来了 原理就是我们把病树砍完以后 就在模上让这个茶油跟那个炒干云以后 它就不会展新霄 它就这个速度 这个我们病树的速度都慢慢死掉了 就不会再展新霄出来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上第四张关键词了 是 好的 来 看一下第四个关键词是什么 毒大梁 这个很直白了 知道什么意思吗 补种无病毒大苗 对吗 张老师 对 它讲得很好 在我们补种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要脱毒的大苗 脱毒的苗木 而且也是大苗 最好是两年生以上的 将那个主持人上道具 又上道具了 来 登登登登 把树苗拿上来 好重 好重 好 我们接下来怎么操作啊 张老师 这上我们就先挖 先地下挖坑吧 张老师 我们为什么要种这种无病毒的 并且是大苗啊 如果是我们补种的 不是正规的苗 苗长出来的 我们就带毒的苗木 就是一年以后就发病就死掉了 所以就减少了我们呢 就如果死掉了就增加我们 增加我们的成本 补种这五种无毒苗 那个大苗呢 主要那个大苗就是那个 长得比较 那个树比较大 跟我们旁边的古树呢 长得消息比较统一 这有利于我们牧师的那个 那个统一房子 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的 这个伸展快 那个结果早 就是我们增加就是 那结果早 然后增加我们经济效益 就见效益比较快嘛 如果做好认真做好 以上事物呢 就是像我的果人一样 就丰收在望了 哇 大家的卢杆就等着丰收吧 太棒了 一说到喜获丰收 我看大家都笑了哈 但是呢 要想喜获丰收 咱们还得掌握张老师 给的方法才行 张老师总结出的四个关键词 现在都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好 那我来考考大家 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生态隔离 好 生态隔离 那生态隔离的关键点是什么 您来说 种山木形成隔离带 把不同区域的果然进行隔离 哇 说得太好了 您说是不是张老师 讲得很好 好 第一个讲得很好 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 甘俊沙迪 来 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 斩尽杀绝 那大姐您来说 怎么样才能斩尽杀绝呢 抓住有力时机 对牧师进行统行统治 张老师 大姐讲得对不对啊 对 这位大姐讲得很好 好 我们为大姐补个掌啊 大家的记忆力看来都不错 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还有人知道吗 大哥您来说 大扫除 大扫除 怎么做到大扫除 及时清理 清除病素 彻底清除病素 好 第四个关键词 大家还记得吗 一起来说 无毒大病 无毒大病 那在第四步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补重两年以上的无病毒大病 看来今天大家学习的都不错 都很棒 都记住了关键点 现在给大家一个机会 谁还有问题 张老师 我问你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也是我们广大那种植大户存在普遍的问题 主要根源就在意我们的管理不到位 我们现在新牧师基属 首先我们先种植下去的树高在1米5左右的 我们要通过拉枝矮化 第二个你大家看我的土壤里面 你看我这土壤就跟你们的土壤就不一样 我这些土壤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土壤里面加乡土壤管理 土壤管理首先就是首先调节土壤的酸减度 第二个就是正式有机肥 然后这个看起来比较松伤 这有利我们根部的生产 整个木地是培养地下部的土壤那个肥粒 那这通过肥粒 整个果园在通过肥粒培养比较一致 包括修剪 措施 拉施 这些达到就是我们整个果园 搓销比较整齐 那这搓销整齐完以后 我们达到我们对黄制木设 达到比较的统制 本课小节 生态合理将果园分须 防止木师远距离传播 早春晚秋新烧抽发期 注意全员快速喷药 对木师斩尽杀绝 发现病树喷药砍树 用柴油和农药混合物处理木桩 对病原进行大扫除 及时补重两年以上的无毒大苗 保证抽烧整齐 生长快 早结果 永春这个黄龙兵防护的一个栽培模式 是在我们传统的 我们国家防止黄龙兵的技术基础上 也就是过去传统的说的三板斧 用干净的苗 清除病树 控制木设 在三板斧的基础上 我们融合了现代的一些技术 把它移成为我们说一个新的模式 这个模式就包含着 传统的三板斧的内容 此外还有就是由沙木作为隔离 比较好的防护 另外的话把肥水一体化和喷药 提高效率 或者说是全员同时食药 来控制木石 此外还有一些小的改进 就是说你的病树一旦砍发 这个大树从哪来 所以它做了个叫后备队员的 这样一个补救或者一个措施 因此让它这个原子 在黄龙病危害到基本上毁灭以后 可以说清源以后 很快就浮肯了 重新种植了 并且第一年的时候 还有一定的比例是黄龙病的 但是经过三年 用这个模式到后面是达到了 应该说零减处 也就是说干干净净 效益也很好 特别适合我们南方 山区这些有黄龙病危害的地方 这样一个可以借鉴 一般的果农防治黄龙病 都是打药 砍树 补苗 但是这三种方法 如果抓不到重点 往往费时费力 还达不到预防黄龙病的目的 但是张老师的方法 不仅创新性地增加了山木隔离 生态绿色 同时抓住了防治木石的关键时期 确保全员迅速统一打药 精准到位 第三步就是补种两年以上无毒的大苗 能够做到快速结果 快速收益 这不刚结出来的大果 所以张老师的方法 不仅节省了人工成本 时间成本 农药的成本 还能增加果农的收益哦 电视机团的果农朋友们 不妨一试吧 张生才在传统的 柑橘黄龙病防治基础上 通过自己的改良创新 达到了很好的预防效果 随之而来的 则是较高的经济效益 张生才的方法 不但节省人工和农药成本 还预防住了黄龙病 确实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走进田间学校 为您传经送保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也有什么农业生产上 需要解决的问题 欢迎通过栏目 微信公众号联系我们 乡土专家将为您 把农业科技送上门 好的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想查询 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